其實在今年還有一個關鍵字 是所謂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那有人就說這未來發動戰爭 會不會有連動 比方說當這個俄羅斯 尤其美國的情報說 明天春天有可能17萬的大軍 會去這個攻打 或是進駐去佔領這個烏克蘭 大家就說會不會同時 中共就來做跨海的這些戰爭 老師怎麼看呢 到底俄國的重兵 在威脅烏克蘭這件事情 它是為了侵略還是另外有用意 我覺得在這點上 其實把烏克蘭問題和台灣問題 拿來對比不是很適當 就媒體這樣講其實有點太粗糙 因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略目標 和中共在台灣的戰略目標 是不一樣的 大國來挑起國際對抗 它會有兩種模式 一種是用軍事威脅來施加外交壓力 比方烏克蘭問題就是這樣 它特徵是什麼呢 它同時會有明確的外交上的目標 提出來 另外一種就是說 用軍事威脅進行武力 有效性的測試 試圖迫使對方讓步 如果對方拒絕讓步 這個冷戰狀態就凝固在那裡 這種時候用外交談判無法解決問題 因為發起威脅的這一方 比方中共 他其實沒有外交上想達到的目的 他只是軍事上想達到的目的 台灣問題就是如此 那麼在這種狀態下 就是在台灣問題上 外交談判仍然需要 但功能是防止雙方誤判 而引起武裝衝突 那為什麼說俄國在烏克蘭問題上 有明確的外表目標呢 因為這是俄國宣布的 12月17號 俄羅斯外交部公布了 他起草的一份叫做 《關於俄羅斯和北約和美國安全保障的條約草案》 有主要這樣一些條款 排除北約進一步擴張和烏克蘭加入北約的可能 北約放棄在烏克蘭東歐外高加索 東亞等地區的任何軍事活動 不再可向對方領土發起攻擊的地方 部署中短程導彈 不再商定的邊境地帶舉行演習和人數 超過一個旅的其他行動 定期交換軍演信息 確認雙方不把對方視為對手 鞏固和平解決所有爭端 並避免使用武力的協議 承諾不創造可能被對方視為威脅的條件 還有建立緊急聯繫熱線 要美國還要承諾排除北約進一步東擴的可能 並拒絕接納蘇聯前加盟共和國加入北約 美國要承諾不在自己領土以外部署核武器 和撤回在其領土之外的所有核武器 最後一句話 條約效力將在純約國收到通知 30天後終止 這個文件表明俄國現在是在重兵威脅歐盟 並不是一定要爭打 普京是明確提出了外交談判的戰略目標 就是要簽這份不打的血 而且他把皮球替回給北約了 要求對方要馬上做出決定 那麼究竟歐盟和北約要怎麼回應 其中最關鍵是德國的態度 而德國恰恰是在這個問題上 態度最曖昧的國家 因為在Murko總理任內 他引導德國一直在走一個 交好俄國削減軍備的道路 那麼德國和俄國之間現在有一個 北溪一號工程還有一條正在 已經修完的全長1200公里 耗資110億美元的 北溪二號初期管工程 他要把俄國羅斯北方最大的天然氣 填的天然氣通過波羅的海 連接到德國 說是要為2600萬戶德國家庭 供應50年天然氣 美國是擔心這個工程會成為莫斯科 影響歐盟政策的手段 一直在強烈反對的 現在果然德國被自己的政策困住了 作為歐盟的主要支柱之一 他現在是必須考慮到 歐盟中小成員國的安全 不能侵異向普京讓步 但是德國自己現在又嚴重的 依賴俄國的天然氣 不敢得罪普京 那麼這樣的話 這個德國新界的聯合政府內部 對這個天然氣項目的態度 又彼此矛盾 所以今後一個月內 歐盟各國會彼此吵架 這就是烏克蘭問題的後續戲碼